中国我所采取方 时间之三 一八三七年十个月一日 这一天我国私人 丘特起伏 以具德国外交官的身份 前来意大利的勒拉雅 与一名鬼父偷情相会 别掉多年以后 直到一生都无法忘却 想到他的眼睛 抬起伏梦 在冷群中匆匆已憋 耗使天空的伤变 滴滴犬侠 在乐情已闻死 从睫毛间揽烧起 渔王的火焰 当然还有他不便言说的 强袭 那是多么激情 直乐的爷 又富又富的 以得中年难遇 他说他的生命 焚烧呆尽 雨下的儿子 只剩糖火 与雨经 为此他特地把这一年的 折一天作为师命 明可 心坚 二 以把三七年离我们 多么遥远 这年的十个月以日 法生与违法生的时日 又或区别 至于今儿次世 2010年8月19日 相差了一波 87年漫长的十月 当时的难以拒绝 遭以混淆普三案 尸骨无成 想到下一个一波 87年 到恶意一年 谁还记得 从前与闲债的思能 成为情爱与时间 细思浮偏 时间是个多么奇妙无情的东西啊 谁又有什么能与他 拱成逼肩 有些儿子被挤起 有些儿子被忘记 有些儿子敲动掉 李氏的菊润 有些儿子 掌取了爱情生命 然而 所有的儿子 由于血液拒 将归于时间的藏活流走 或划着云烟 闪去 华德 以干 而经 1837年 十个月以而 2020年 8月19日 乃至 二十一年的某一天 直到将来 时间之上 终将一切归零毁灭 那指的的楼身 欲望的火焰 也能失能的明知 你是否 乃国 您能怀疑 也让自己 心成一斗